女人把丝袜仔细穿好 这双细腻而修长的腿 彰显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青涩男孩忍不住偷看 心底小路乱撞 但又不好意思 随即又多看几眼 女人意识到有双眼睛盯着她 抬头后一脸惊讶 和男孩四目对视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男孩一溜烟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过 女人并没有恼怒她偷看自己 反而让男孩帮她做事 男孩乖乖地铲眉筷 却弄得灰头土脸 平时面无表情的女人 也被她滑稽的面容逗乐了 女人决定帮她搓澡清理干净 男孩此时还不知道 女人将带给她 怎样刻骨铭心的体验 只记得那天男孩得了心红热 一下车就在路边呕吐起来 当时无助且虚弱的男孩 被刚下班的女人偶遇 帮她清理了呕吐 还安慰她要照顾好自己 在女人的帮助下 男孩才感觉好些 在寒冷的冬天 落雨又下雪 她却在女人的身上得到了温暖 男孩深深记在心中 这样开始了 男孩在年少时就遇到了如此惊艳的人 自然会疯狂迷恋且无法自拔 等待她的僵尸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 女人把浴缸中的水放满 并让她放心自己不会偷看 洗好后 女人把浴巾拿来 不由分说地和男孩贴贴 面对这样的亲密 男孩不知所措 却还是任由女人调教 云雨过后 男孩在餐桌上仍然在痴痴回响 她的眼神躲闪 怕被人识破 又实在惦记女人的好 于是每天放学后 她都要来见女人 他们约定好一件事 要先朗读故事给女人听 然后再做羞羞的事 女人时而被感动地哭泣 靠在她怀里抹眼泪 时而边缝衣服 时而开怀大笑 男孩也生情并茂的 为她朗读 只是有一点蹊跷 女人总会在她递过舒适婉拒 她从不朗读 只做一个忠实的听众 在点餐时 女人拿着菜单眼神躲闪 男孩问她想吃什么 女人慌忙回应 我点和你一样的东西就好 女人在刻意隐瞒什么 男孩注意到了 却没往心里去 结账时老板娘说 希望你和母亲用餐愉快 男孩转头与女人亲吻 把老板娘看得一愣一愣的 随着二人感情的升温 男孩想更深地走进她的生活 这天傍晚 男孩没打招呼 就来到电车车厢中 女人在这工作 让男孩大为不解的是 女人对着幼稚的惊喜感到愤怒 她的心理防线很高 多年以来的独居生活 让她的心灵渐渐封闭 不会轻易让别人打扰自己 她只想一个人静静 男孩也赌气地离开 却在门外放声大哭 虽然他们只相识了几周 但这段恋情已经在她心中扎根发芽 她无法割舍 便回去和女人道歉 并说明她对自己有多重要 问她爱不爱自己 女人对小屁孩的表白不太感冒 甚至对爱这个字眼都有点陌生 在她困惑的眼神中 男孩还没读出来那份麻木 为了逗女人开心 男孩计划带她一块去度假 他们骑着单车 在洒满阳光的乡野间 挥洒着汗水与欢笑 唱诗般的声音吸引了他们 男孩看着女人在教堂中恍惚又困顿的神情 感到欣慰 在女人淡漠的神情 冷酷的作风背后 还有一颗柔软的心灵能感知美 美好而短暂的夏天就要过去了 那代表着他们纯真的爱情 在男主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灵魂完整 那就是爱 但严酷的审判即将来临 女人迎来了升职加薪 要去办公室中做文员 男孩在校园中也有了很多好朋友 大家准备给他庆祝生日 但他拒绝了 因为他还惦念着要回去和女人朗读 但女人觉得没劲 他为升职做文员的是烦恼 男孩把书一丢 不高兴了 他认为女人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他 甚至连今天是他的生日都不知道 女人毫不示弱 眼看要吵得不可开交 男孩捧着他的脸就要吻 女人气得直接扇了他一巴掌 这样的代沟与隔阂一直存在于二人之间 在这之后 男孩和女人渐行渐远 等到男孩气消了再来找他 却发现女人早已经不告而别 人去镂空 这样的孤独该如何缓解 男孩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块 只好用繁忙的学业来麻痹自己 男孩加入法学的研讨小组 老师强调阅读要多多益善 推荐的书单中 有一本书叫 德国罪过问题 这和小组要去旁听法院的庭审 息息相关 事事难料 男主在听到庭审的名字时 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他的头沉重得难以抬起 曾经朝夕相处的恋人 竟然是众矢之地的内粹余党 看着女人宽厚且坚毅的背影 这些年的岁月也没有将他击垮 男孩心中翻江倒海 表面只能静静听着 对于曾在奥斯维心急中营 做看守这件事 女人公认不会 包括挑选俘虏去处死 让三百多名女球被烧死 他都坦言这只是工作 而他要做的只是忠于职守 这样让人发指的残酷行为 引起了众人的哗然 但女人并没有忏悔或认为自己有错 他还反问法官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难道他就不该做这份工作吗 男孩听到这里 已经黯然神伤 此时 法庭上还有一位幸存者 他回忆女人挑选送去处死的俘虏时 会专门选瘦弱的人 并给予他们比较好的照顾 大家起初还以为这个看守心地善良 通人性 有文化 更为感性 最重要的是 女人会要求俘虏为他朗读著作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要求男主为他做的事 男主惊呆了 他感到自己就是个工具人 跟蓝牙音像一个道理 听着同学和老师们的讨论 男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光是在集中营中工作并不足以让人定罪 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狭隘的 男孩企图去寻找一个答案 他来到了奥斯维辛的真实所在地参观 感到冰冷与残酷 但这一切都抵不上女人在男孩心中的崩塌 法庭上风云万变 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 其他的看守指控女人是主管 女人百口难辨 法官提议他当场写字做笔记鉴定 对比烧死囚犯的书面报告即可 听闻这个提议 女人冷若冰霜的脸上露出了慌张 她看着桌上的纸盒笔 感到手有千斤重 随后定了定神 承认自己就是主犯 没有动笔去写字 男主却被他的反应击中了 他突然明白了他为何拒绝签字 更明白了这样的蹊跷有迹可循 像他这样倔强又高自尊的人 一定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去掩盖秘密 那就是女人是个文盲 这让他感到羞耻 他并不识字 男主本可以为他开拓 说出他曾经不识字的蹊跷之处 免受牢狱之灾 但男孩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再去面对他 男孩回想起老师在课上讲 奥德赛 西方文学的核心在于保密的概念 人物性格正建立在秘密之上 这背后的原因究竟如何 就要自己去探索 或许是一语成衬 在掩盖自己是文盲的女人身上 男孩终于看清他 是个愚昧且固执的人 麻木是由于未开化 他从前为他朗读过的书 是否真的感动了他 这样铁石心肠的人 他要求俘虏为他朗读 是种净化自己内心的方式 又或者 是掩盖在羞耻与秘密之上的一层面纱 在最终的庭审上 女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当女人抬头望见男孩 四目相视 这个曾经偷看自己的青涩男孩 已经成长了 他经受了爱情的苦楚与折磨 流下了眼泪 男孩逃避了帮女主开罪的时机 也逃脱了其他情感进入自己的机会 一直紧锁新门 多年后 男孩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在街道一通来电 说明女人即将刑满释放后 自己是她唯一可以在出狱后接纳她的人 男孩却不敢再去见她 罪与罚的审判横跟在她面前 于是她想出一个方法缓解陌生与隔阂 那就是寄出朗读著作的磁带 在监狱中白发苍苍的女人收到磁带 又惊又喜 就这样 女人通过磁带学会了听读 学会了握笔写字 似乎摆脱了文盲的身份 然而 在男孩决心来监狱探望她时 她的示好与温柔却没能感化她 男孩还记着她的愚昧与麻木 一直在话语中不断审判她 面对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悔过自心 女主看着男孩成熟的面庞上 有着自己并不熟悉的监狱与抗拒 她感到这世间唯一的寄托无望 之后出狱也不会有更好的生活了 自己所能够做的偿还也已经做尽 于是悄悄安顿好给犹太人的硬币 写明遗愿 上吊自杀 等到男孩幡然醒悟时 一切已经为时太晚 看着女人留下的硬币 男孩知道他的心已经忏悔 而他这么多年所牵挂的人 再也回不来了 他决定完成女人的遗愿 在犹太人面前将硬币偿还 还承认了自己与女人不为人知的恋情 这样的恋情 又何尝不是一份难以言说的秘密呢 当男主终于有勇气说出一切 也正说明了他懂得了勇敢面对曾经 不管曾经有多难堪 都应该认清 这样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这段横跨了两倍的忘年恋 表达了德国人对内粹历史的反思 这对纠葛的恋人正是在比喻 内粹就像是不识字的文盲 他们的麻木与羞耻 需要后代通过爱去发掘 帮助他们认识罪恶 最终醒悟 要承认和面对历史 而不是一味地逃避和掩盖秘密 否则就会酿成悲剧